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来呢 员工是绝对没有创意 员工是绝对没有办法长智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这个冲泰税型的这个座位 那相应的分支出来 如果其中一个部门向着这个东边座 另外一个部门向着西边座 我们这个叫楚河汉界 楚河汉界就是两个军队打算打仗了 像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不理想的格局 好 当然最后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最好最好最棒的 能够万众一心 和谐力 向心力 执行力最好的办公室格局 那个叫做万马奔腾行 那这个万马奔腾行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呢 就像画面里面我们所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员工往同样的一个方向去做 全部都往前面去做 老板以及上司就坐在整个座位的最后端 这个人呢 就是鞭策前面的马 在后面脚 前面冲 后面脚 前面冲 我们看 当一个军队在打仗的时候 那总司令就是在后面下达命令 在后面下达命令的时候呢 前面的大将就往前面冲 如果我们的办公室能够有这样的格局呢 肯定能够万众一心达到目标 所以万马奔腾行就是这六种办公室格局里面最好的一个 如果你有新的办公室要装修 记得要用这个万马奔腾行 风水大智慧小尝试 下一期我们再分享其他的职场风水格局 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Facebook以及IG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哦